哈喽大家好,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一下第一副 七手断一门,先打分项 感觉这个牌应该是有人在做腕子 来七万先打九筒 小鸡来,我的牌大致算是够了 对家小菜启动 应该就是他在做腕子了 动得挺好,摸到卡七条 再打四万,一上张 来三条,提前分账打七筒 再来条子,我的牌也可以考虑去做牌型了 到手的九条被碰走了 正是条子抓得最顺的时候 这一下碰的,估计把上牌的节奏都给打乱了 没想到对家是在做碰碰壶 把五条给碰了 那这个牌彻底没想法 而且下家还听牌了 对家也听牌了 我这个牌倒是有点难上 三筒见三了 要重新考虑去找个搭子 来七万先打一张三条 有个腕子来找搭子 三筒是一张都没有了 八万来搭子到齐 拼一个二筒 二四筒都是伸张 但这个牌给我的判断就是 对家本意是做混一色 五条出来 转型做的碰碰壶 那说明他的对子应该还是在腕子里 现在听牌 对家九万开杠 抢个杠开心快乐啊 五个花十二分 加个苍蝇十七分 抢杠收三分 看一下第二副 这副也是相当简单 一上张的拍形 上家胖瓜碰我两碰了 这个牌倒是有点棘手了 不过好在手里是没有伸张 来伸张小技 提前分张打六筒 一个伸张还可以应付 如果再来伸张 这个牌就有点小棘手 对家也是碰碰壶 两个碰碰壶 上家呱呱又碰一对 手里只剩四张牌 难度升级 好在摸气筒上听 有点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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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所有人都不够 注意 人能够 有点棘手了 有点棘手了 走 对家 谢谢大家 对家小菜 碰碰壶听牌 打三通点炮 四个花十分 加个长影十五分 两把有点刻对家 不是锁他猴 就是抢他杠 看一下第三副 这个汽车牌 插得可就有点远了 手里一寸牌都没有 三上张的牌型 来三桶就是一上张 抓四条 提前分账 打七桶 优优账 一上张的牌 就是一项 对家 杠8筒听牌 对加听牌打3万点炮 不做牌也所厚